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这道菜是法式纸包烤鱼 在餐厅 西餐厅会看到的一道菜 在外面吃也不便宜 不过我们可以自己在家动手做 首先这一块鱼排呢 我选的是来自邱家兄弟金瑶大哥的金木鱸鱼排 它很万用 这边看到啊 我用了洋葱 然后牛番茄跟菇类 如果有南瓜跟金类都可以一起放进来 橄榄油我选的是克里特 因为它是属于味道比较丰富的 因为它有芥末籽 迷迭香 红辣椒 红胡椒跟肉桂 这边看到我就先把金木鱸鱼排 先稍微用一点黑胡椒跟用一点盐 接着我会把橄榄油倒一点 抹在鱼肉上 可以增加鱼肉的熟成 这块金木鱸鱼排刚才有跟大家讲到 其实你干煎也很好吃 真的 永吹也很好吃 然后像我这样子用烤的 或者是直包烤都很好 所以冰箱里面我都会有这块金木鱸鱼排 这个是百里香 其实跟大家讲一下 百里香啊 它很适合用在肉类跟海鲜 奥勒钢跟迷迭香啊 它用在牛排料理很适合 这是我自己的见解啊 如果你要做的是蔬菜 生菜 沙拉 你就可以零一点 可以混合也没有关系 就是找到你自己喜欢的味道 看这块鱼肉这样子油炙一点点 就是它看起来就很漂亮 这道直包烤鱼会用到烘焙纸 如果你觉得烘焙纸不环保不喜欢 你就不要用 每一个人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但是千万不要压迫别人 这是我的看法 我把蔬菜啊 洋葱这些东西先摆着 然后再把我们的金木鲁鱼排放上来 我会再倒一点点油 因为蔬菜啊 烤蔬菜也是要有橄榄油 蔬菜的香气跟甜味才会出来 然后记得啊 大家橄榄油打开之后 用完要再盖上来 要盖紧 尽量减少你的油跟空气之间的接触 所以记得盖子一定要盖好 这边示范怎么把它包起来 你就是想办法把它包起来 让它没有什么空隙 因为我们借由烤箱里面的温度 去让直包烤鱼啊 里面的鱼跟蔬菜 它的热气跟它的汤汁是不会蒸发流失的 因此这个直包烤鱼的失败率可以讲是非常的低 而且你可以吃到鱼肉的鲜美多汁跟蔬菜 混合在一起的美味 所以我一直很喜欢这道菜 然后也教给大家这道菜 其实很多年前我教过 不过大家希望我把它拍成影片 让大家可以不停的看 所以我就照做咯 大概200度 我烤个30分钟左右 看每个人大家的烤箱 这个结瓜我也是用橄榄油下去煎的 我用迷迭香橄榄油 这两道喝唯一就是一道很漂亮的大菜 过年的时候也可以在家自己动手做哦 好了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